93、大公報七十八歲祖母獨力秋三孫B仔撤死 2015年7月27日港民A08大公報信 慈政H正康留一名歌滿越南英 作臣為乃後被七群祖母發現昏迷不醒 連邁祖母大驚下立即報警求助 救護員接報到場將昏迷南英送院 悉他底院搶救後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後 不排除有人為乃後掃封未夠徹底 致南英口奶槍後窒息死亡 案件初步無可疑 南英死因則仍有待否驗 南英出事後 七十八歲高齡的蘇姓祖母 大光男名約七歲大的女孫 手抱一名約二至三個月大的男孫 在陪同昏迷的一個月大男孫一同往醫院 在醫院期間 警方通知他男孫死信後 他還要污煙地再照顧另一男孫 警方事後聯絡蘇婆婆的四十三歲陳姓兒子 及三十七歲印尼瑞釋婦到醫院坐查 警方不排除有人肝反若而罪 誰將一對男女帶處心入調查 生活逼人兼職清潔工賺錢 有記者往蘇婆婆十一樓屋所訪問 發現婆婆家中凌亂得堪 家中面積約三百餘方尺 無裝修 無間隔房間 家中擺放了兩張戳戶床 床上滿是雜物 可謂家圖四壁 蘇婆婆稱 生活逼人下 只好往九龍灣兼職清潔工賺生活費 蘇婆婆俗稱 四十三歲聖陳獨子報稱任職文員 有兩段與印尼女子的婚姻 她與前妻但下一名女兒 二年七歲 早前蘇婆婆的兒子突然又抱了兩名男嬰回家要她照顧 並恨蘇婆婆稱 兩名男嬰都是她的男孫 蘇婆婆明知自己身心均已透支 但在兒子要求下 眼見一對男嬰如果無人照顧 實在非常可憐 瑞瑩將該對男嬰與七歲大孫女一起留在家中照顧 她坦然自己感到心力交稅了 這是我的最後一位 最高峰感覺 那是照顧 在猜下的回家中照顧 回家中照顧